你不懂得丁耳 趕快 趕快 不懂得丁耳 趕快 像這樣一別忘了 不懂事 被蒙來這麼晚 就被追過 Summer Locker Day 努力追過 Summer 讓人忘記 我不知道還幾次了 我確實有北台灣的地圖 我都填滿了 我只要騎回來我就把它發現 上個禮拜片處碰到梁文英 一老梁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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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年前在小康的店 有碰過面 人家還幫我們買了單 以我們年長的人來說 這樣的事情 絕對不是一兩天 這個故事只是告訴我們就是說 台灣話 講 那怎麼跟你老婆怎麼回事這麼好啊 因為很多 差一點 拆開 拆開 的現象你們沒有看到 三四十年的婚姻 怎麼可能是平順的呢 這裡面的那種 暗潮洶湧跟危機 跟這個路途上的一些 刀槍 任何路都是 你被蚊子叮了 趕快 自己打臉 自己打臉 有 謝謝… 我最看的就是蚊子 我很喜歡一個說法 就是有點老套 老婦老妻去接受表揚 然後人家就好像這樣 阿伯 你怎麼婚姻 怎麼維持得這麼好 阿伯就說了 我不知道 我們以前 東西壞掉 我們都用過修理 你們現在都換心 因為現在換心好像是很容易 或者是被教育成就算 反正不要就換了 很多婚姻 我們現在看起來 確實是有點兒戲 不那麼正式 因為你其實是在下意識裡面 就有安排了這個 不對就換掉就好 手機換掉 什麼東西都要換掉 我告訴你我的車子 我開了23年的車子 我到現在一點都不想換 因為它有卡式的 我一天到晚在修理 我就是一直要修 就不想換 你一次就是說 過去三四十年婚姻 你一直被老婆修理嗎 可以這麼說喔 還是你修理老婆比較多 也對喔 就是說這裡有什麼狀況 我們是拿來修理 跟一個老車子一樣 而不是說 那就切掉 換一個新的 所以我們以前吵架的時候 我就跟我夫人常常講說 我們兩個字不要停 就是不管怎麼吵 我們可以閃開 就不要講 離婚 不是什麼東西 做離婚就解決得掉了 孩子怎麼辦呢 情感怎麼辦呢 岳父岳母怎麼辦呢 婆婆公公怎麼辦呢 孩子缺一半嗎 用修的修看看嘛 我覺得還有一個例子就是說 人家都說 人家都說 你在找的 新的伴侶 其實都跟你老婆年輕的時候 一模一樣 一直在反覆而已 一個男人 一輩子找的 就是那個樣子的女人 其實只是一直在找一個更年輕的你老婆 這樣到底是什麼意義呢 你還有副術在看 我覺得台灣人 有一個比較長的地方 就是什麼東西 三五年之後 其實 想一想也都說 就像阿嬤說的 好啦 沒關係 就過去了 台灣人真的有這個能耐 我覺得台灣人還是真的會給很多人 這個機會跟這個能耐 道德壓力的問題跟那種法律壓力 跟那種什麼政治壓力 都不是很一樣的 老實說